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跟整形医院做合伙人 然后通过微信发广告介绍人过去整形 然后和医院五五分成 他想问是否可不可以做 是否如理如法 他不要在佛友当中这么宣传就好了 就是他这种介绍人 然后他这种抽分成的这种方法 在佛法上讲都可以的吗 如果正常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可以的 也是生活的一种 他不要骗人家就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自备开始 还有就是请师父解个梦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梦到另外一个同修 手里抱着一个婴儿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然后呢 这两个同修只好去找孩子的妈妈 请问如果是打胎的孩子 是哪个同修的孩子 因为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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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同修的孩子啊 师父 没听清楚 就是有张三问到李四 手里抱着一个婴儿 然后呢 张三和李四 一起去找婴儿的妈妈 然后同修就想问 是这个 抱着孩子的这个李四的打胎的孩子吗 小灵性 已经成小灵性了 不一定是谁的 哦 那他们两个人都要念小房子吗 是啊 一人念十七章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想问 师父正月可以剪头发吗 因为民间传说正月剪头发 对舅舅不好 有 有这个说法的 哦 能避开吗 就避开 又不差这一天了 哦 这一天 那就是初一不剪 其他的 比方说初二到初十五 十五这个期间可以剪吗 初一十五不要剪吗 就好了 其他都可以剪 就这两天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呃 请问就是如果有师兄杀过猫头鹰的话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超度啊 56张 哦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呃 师父还有个梦 就是呃 我同修梦梦里面 儿子花了十块五 那是要念十一张小房子吗 是的 哦 呃 师父他还有后面 就是然后同修回到家 梦里看到母亲比现实中发胖了 不太像他妈妈 头发几乎全白 看起来有七十多岁 天掖夜夜以外问 天官 还有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随着他人的需求 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 是不是很难有善果 更难成为公德 帮助谁啊 帮助谁啊 就是如果我们不随着别人的需求 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 但是可能别人不是这样需求的 那是不是很难有善果 更难成为公德呢 他不反对总归有公德的 他反对了就没公德 那这样的人是经验不足 智慧欠缺呢 还是我值比较重啊 我不想讲他们怎么样 好的 感恩师傅 就是还有 就是现在有的同修 每天早晚像少将的时候 都在读观地菩萨 以及其他菩萨的一些开示 每天读三到七遍不等 然后读的最多的是 观地菩萨慈悲开示 谁要坏我佛法 破我清规 破我佛规 不管出家在家 我的刀就是法 然后等等 请师傅开示 就是这段开示 以及其他菩萨的开示 我们可以每天读吗 如果你觉得正能量 读得很开心 你可以读啊 哦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之前师傅不是有说过 晚上出生老虎比较厉害吗 那请问师傅属虎的 又是在凌晨三到五点出生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呀 也很厉害呀 哦 那属马的在下午出生的 有什么说法吗 很好啊 在下午出生的稍微 好玩了一点点 白天出生的马 刚刚早上出生的马 最精神呀 哦 就是十二点前 是吗 师傅 那凌晨两到五点 凌晨两到五点出生的马 有什么说法吗 凌晨出生的马 妈就喜欢睡觉偷懒呀 哦 成不了千里马呀 哦 那白天的就可以成千里马嘛 对啊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还有一个解梦 是不 就是 同修梦到他和其他同修在船上 然后在水里救人 然后警察来了 把他抓了 现实生活中 他一直在精进红法度人 请问 这是他红法过程当中 有不如理不如反的地方 还是他将要参加的共修有阻碍 还是他自己本身有节呢 就是他梦见被 他在水里救人 然后他反而被警察抓了 那要看他救谁呢 救自己家里啊 他做梦 嗯 他没说 他就是在水里救人 嗯 一般的来讲嘛 被人家抓的话 诬陷呀 被人家诬陷了呀 嗯 那是他自己不如理不如反 还是他要参加的共修有阻碍呢 还是他有节啊 从目前来看 你叫他先试试看 应该是共修会有点小节 哦 那要怎么化解呢 师傅 念几节奏啊 都念几节奏 哦 好的 师傅 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 就是同修 发现我有一个普算的开示 我可以读吗 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读 哦 好的 谢谢师傅 就是有一个 拿摩 拿摩普光佛 他说 您给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开示一下吧 呃 我乃理佛大忏悔文中的第一尊佛 你可知道为何 呃 不知 因为首先要把佛光普照于 改于忏悔的佛子们 你们才能得到其后 诸多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道理也就是你们学佛念经 首先要懂得如何接到佛光 如何才能让佛光照到自己 你们接到的佛光越多 你们得到的加持就越多 诸佛给你们佛子的无量光 无量寿都是平等的 而你们的自己的诸恶业 造成了自身接受有限 你们如何能尽可能多的接到佛光呢 那就是放下 至空自己也就能更容易接到佛光了 念礼佛大忏悔文 虽知自己业障深重 但也要放下 至空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就像在照镜子 然后自己用佛光 再清洗自身的种种污点 清洗干净了 你们的本性也就出来了 业障没了 生活也就阻碍少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傅这是第一尊佛 还有两尊佛 我还能读吗 都可以读的 没问题的 好的 南摩普明佛 您给心灵法门的佛子们 开示一下吧 你们心灵法门的佛子们 现在越来越多 礼佛大忏悔文 作为你们的必修功课之一 也是你们功课的三大支柱之一 此静闻能量 强大无比 但因你们自身能量不同 所以街道的加持力也不同 此次马来法会 你知我们八十八尊佛全道 道也聪明 磕头念礼佛大忏悔文 你知道加持力有多大吗 观世音菩萨直接赐予你莲花座 你跪在那里磕头念了那么多遍 都不累 还越磕头越上劲 周边都腿疼腰酸的 要相信啊 要真信啊 信了才会领了诸佛理 才能真忏悔 才能践行佛道 这样才能得到诸多加持 你在那里意念中想 我知道你们都在 你们一定要管我 你啊 饭业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一时半会的忏悔没用的 一定要把忏悔的功夫用在日常 每天都要那么虔诚 你以为不在法会上 你们念经佛菩萨都不知道的 你们的每一个意念都知道 都给我明白些道理吧 诸佛都会关注每一个念经的人 并且很密切的关注你们的言行 不是你们念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完事了 要看你们之后是否用行为真的改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要明白 要真信啊 要真行啊 就这些吧 还有一个是 拿摩普敬佛 您给心理法门的佛子们开示一下吧 佛菩萨说 诸佛菩萨都在给你们加持 只要你们念礼佛大忏悔文 佛菩萨最喜欢真错能改的孩子了 你们请我们给你们开示 我们也是甚是欢喜 这样让你们这些佛子 在念经的时候更有感觉 就如以上两尊佛开示的一样 我们八十八尊佛的排列顺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要你们念 佛菩萨就会给你们机会 无量无边的佛光普照于你们 但你们要真信真行 方可精进自身啊 我送你们句话 真修实修方可得道 不在你们做了多少 而在你们的心 佛菩萨对你们一律是一样的 加持也是一样的 都是无量无边的 你们能容纳多少 就看你们放空了自己有多少 你们放空自己越多 你们就越干净 你们就越容易得到 也就为众生付出的越多 你们自己也就得到的越多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些吧 师傅就是这个佛菩萨的开示 然后有问题的话 他还可以问吗 好 问吧 他这里面就是同学他想问 请问师傅就是因为这里面说放下制空自己更容易接到佛光 请问师傅如何放下制空自己呢 不要贪呀 没有贪念的人他就很容易放下自己呀 你不贪就放不下自己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那个就是借助佛菩萨的加持 与运用空性智慧 观照自心 继而空四项 破灭开悟消除业障 两者有何区别呢 破灭开悟啊 放空自己 就各种形式呀 修行的各种形式呀 我问你修行和修行有什么不一样了 都是叫 交付相成 对呀 都是在修炼自己呀 好了 那就是佛菩萨加持后开智慧 是否可以理解是为外力 相对短暂 而通过自身搭行制 转无名 则会更加彻底了 我觉得你们 像你们这些小孩子 在这种时候 问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探讨问题 不适合在电台里讲的 像这种 就是因为人家有些人 他根本还不懂了 你一问问这问题 人家不要听的 你要问点实际的问题 你举个简单的 你加持嘛 就是等于老师跟你 跟你加持上课 给你努力呀 让你读书读得好呀 你读书要不要写字啊 要不要嘴巴里讲了 要不要念了 那么就是修行修行呀 很简单的 嗯 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学得很好了 又一套套理论 你看看你自己 做得像不像菩萨 平时做的人像不像 自私 贪 你还跟我讲这些东西啊 不要太悬空好吧 还空性了 你空性得了的 脑子里砸念一大堆 你还空性啊 不要丢人了 跑出来都忧好 像讲出理论一套套的 我跟你说会讲理论一套套的多呢 明白了吗 实实在在修行 有一个老妈妈自都不认识的 人家最后照顾上天 为什么 人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 修得再好 人前一套 人前一套 人背后一套 有什么用了 人前是人 人背后是鬼 有什么用了 听不懂啊 师傅听到了 那师傅就是我还讲不上一个 不要讲你 不要讲这些东西 哎呦 一套套理论的 讲了所以我睡着了 我跟你讲 看你们都是假的 假的呢 我电台的几个 迷逐逐小朋友 跟我写起的东西一套套的 哎呦 忏悔了 他们嘴满嘴 那么撒谎的 气都气死了 被他们 哦 假的啊 有什么用啊 我问你假的都有用了 没有 假药吃下去有用了 没有的 好了 哦 那师傅 那我再问两个问题 就是同修经常抱着宝宝念钉 在小房子上点红点石 宝宝会盯着看 可以让宝宝看吗 可以 哦 呃 那那个就是 呃 同修梦见自己 剪指甲 当指甲刀剪下去的时候 整个指甲掉了出来 两脚指甲 和一个手指甲 都是这样的 请问是什么意思 说明他必须 要当心了 必须要当心了 他自己跟别人接触当中 被人家踩了 被人家踩了 就是已经被人家搞了 嗯 哦 好的 呃 那就是呃 同修想问 上完小房子 清理盘子里 灰烬的时候 可以念功课 或者是小房子里面的经文吗 可以 哦 好的 就是同修梦见关心 关心菩萨调最碎了 有人需要念三十张礼佛 请问三十张礼佛 大餐和文是多少遍 三十张 三十张礼佛啊 哦 三十张礼佛 好了 就关心菩萨梦里 调最碎了 五十五 五十五遍 嗯 哦 好的 反正师傅 就是烧小房子的时候 下面变的是 用不着 用不着这么多的 用不着这么多 三遍就够 三遍 嗯 好的 反正师傅 呃 那人家养的金鱼死掉了好多 同修梦中跟那人说 那是帮他挡灾了 请问这个梦是说 那个人的灾化掉了 还是说会有灾 挡灾了呀 已经挡掉了对吗 挡掉了说不定还有呢 这也不能讲了 哦 哦 知道了 感恩 感恩师傅 呃 就是请问怀孕不到三个月 之前许愿十万遍七处灭罪真言 每天还能大量念诵吗 可以 哦 好的 呃 同修梦里有个声音说 你已经念完经了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已经有念得完吗 这是谁呢 什么 你说什么 听不见 同修梦里有个声音 对他说 你已经念完经了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 他最近一个阶段 可能念经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呀 哦哦哦 哦好的师傅 那我就先问到这里 呃 感恩师傅 起来开始 同修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感恩师傅 嗯好 谢谢谢谢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师傅 请讲 这个给师傅请安 嗯 喂 讲 讲 这个给师傅拜过晚年 请讲 祝师傅法体安康 常住在世 能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呃 师傅 喂 喂师傅 您能听到吗 听到 请讲 师傅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 慈悲开示 弟子的夜 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呃 昨天的时候是 呃 年初五 中 中华传统文化 迎财神的日子 呃 我这边 佛友接到了 武力财神之手 道功名菩萨 给大家的开示 精灵法门 佛子 在人间如何正确 对待钱财问题 以及在家修行 如何更好的利用 所得钱财 什么样子的佛子 才能得到 五路财神的 赐予的钱财 2019年 休息精灵法门的佛子 借佛脸财的果报 是什么 等问题 呃 五路财神 之手 照功名菩萨 做了如下开示 菩萨说 钱 有用 也没用 作为一个学佛人 要真之 惜之 用好它 哪些佛子 可得 我们五路财神的 保佑 并与之财呢 真修实修之人 行善不失之人 丧生食素之人 均被保佑 钱财不缺 延延不断 2019年 一些人 财力会比往年 更好一些 但行善积德 方可守住财 用好财 贪婪之贝 即便一年内 财力很好 到年底 也会所生无敌 借佛脸财 那就是用命 在做儿戏 这个命 是生命 是会命 这样的佛子 很多人 到不了年底 就命在半戏之间了 双命难保 财 也是一个世金石 也是对一个 修行人 很好的考验 过不了前关 那还修什么 财力 乃不失之果报 不失可以除贪 贪 就是没有不失 怎么可能会有 很久的财力呢 钱只是 钱是今生不失的果报 也是多事修行功德所致 切勿自身好之太多 作为一个佛子 自身好之过多 就是在花费多事的功德 功德没了 如何修得正果 把家回 我们早已别善缘 只是你不知 我们五路财神 均会保佑你 但是有条件的 必须好好 为众生做事情 你们做的越多 给你们的也会越多 你们做失的越多 你们得到的越多 钱财乃身外之物 好好调劲父母 尊师重道 红把一生 你们的钱财 既不会少 也切勿担心 你的财力很多 但很多财 要在你真的能够 为众生做事之时 才可得 因为你是为众生而来 人可过多浪费上天的所赐 但所指所得之才 与普通人不同 你们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和义务 师父 这是菩萨的开示 我现在对你们所有讲的东西 我不加评论 反正你们自己觉得是正能量的 引以借鉴 但是不要到处乱传就好 好吧 师父 这上面说 冰钱是 钱是今生不失的果报 也是多事修行功德所致 作为一个佛子 自身耗之过多 就是花费多事的功德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同修通过学佛修行后 财运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可是当有些同修 祈求菩萨帮助 把佐作功德储存起来 或者祈求菩萨 今生不想消耗过多福报 希望能将这些转为 以后回天资粮后 经济状况就有所回落 甚至捉金见走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区分 到底是因为功德和福报 被储存了的缘故 导致经济不好 还是本身福报就不够呢 很简单 你上辈子的修行 才代表你今世的修为 你今世有钱 你就上辈子因为你很努力 你有布施 一般都是上辈子 财运是上辈子的 这辈子很难求到的 如果这辈子能够想要财运的话 就是说他大布施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听得懂不拉 听得懂 师父 有的同学祈求把这个 可不可以祈求 把这个往事的功德 不转化为福报 讲用 可以这样做吗 没有的 这个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天地菩萨 他都会管的 不是他的问题 明白了吗 没有办法 这种事情 就没法 讲话是吧 没法 把我往事的功德 讲话 你可以讲 但是没效果 没效果 没效果 哦 明白了 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 师父 就是赵宫明 菩萨开始 钱财乃多是 修行功德所化 请问师父 对于今生福报 很好的通修 吃穿用动 如果有所节制 全是功德 所转化的福报 又节省下来 能否再次 转化为功德呢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可以的 这个是自动转的吗 还是必须要祈求 祈求的 怎么祈求呢 比方说 跟菩萨讲呀 跟南京菩萨讲呀 跟南京菩萨讲呀 哦 跟南京菩萨讲 对呀 对呀 跟灌地菩萨也可以讲啊 哦 哦 哦 感恩 感恩师父 你 如果我们前世的功德 在转世投胎后 是不是都转化为福报了 对啦 他走的时候 他跟你总结账了呀 你一生结束的时候 他跟你总结账一次呀 哦 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吗 有啊 菩萨到天上去了 那你超出六道了吗 你什么转都不要转了呀 你已经把你所有的 善的好的全部结账了呀 哦 哦 明白了 哦 懂了 赵公明菩萨还对所有开始说 很多钱财要到你真的能为众生做事之时才可得 你是为众生而来 很可以过多的浪费上天所赐 所得之财与普通人不同 请师父开始一下与普通人不同 这是怎么 普通人是生活费呀 他是拿着人家供养的 你比方说现在过去说 法师如果接受人家供养 你不好好的修行的话 你下辈子带 披毛带脚还 你要记住了 比方说你这种 出佛身上的血 那你不好好为众生的话 我告诉你 这种钱跟你自己赚来的钱 生活费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那是要下地狱的 听不懂啊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死了这么早了 年纪这么轻就跑了啦 懂了师父 下游啊 很多人下游 表面上好像还有 好像还在做功德 实际上练财 走的时候我都知道 给他面子 不假 反过来还要假师父 反过来还要假师父 这种造口业去世灭祖 我告诉你 是师父 很多人错失了自己的一切 真的是很可惜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师父 很多钱财只有当 真的为众生做事时才可得 这句话 是不是说这个钱财 其实不是他命中 担有的 只有他当发心 当他发心 土著众生时 上千才会借他的手 给他一些天财 或者地宝 物理就是为了成就 他为众生做功德的机会呢 两样 一个是你为众生 给你的钱财 和你自己本身 命中的钱财 不一样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老师 你今天为众生付出的多 菩萨可以给你 就等比方说 你是为公司的 那公司给你很多 你为了个人的工资 他不会涨的呀 他不会涨的呀 你赚多少吗 给你多少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现在懂了 师父 懂了懂了 嗯 师父 清清前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法会 非常的圆满成功 很多参加 法会的师兄们 都明显感觉到了 法会的加持力 非常的强大 我这边有个师兄 他打了一年的官司 结果参加法会 两天就解决了 这一年的官司 都能解决了的问题 加持力特别明显 那大法会们 当然大加持呀 小法会们小加持呀 这还不懂啊 这还不懂啊 是啊 师父 那个师父 我们可不可以 用自己所用的 公德的百分 自己所有公德的百分之几 去祈求法会的圆满顺利呢 随缘的 随缘的 求们就好了 用心帮忙求们就好了 用心帮忙求们就好了 嗯 那师父 那那师父今天 我先 暂时问到这里吧 谢谢师父 这师父 我今晚一年 生快乐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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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快点啦 快点啦 你有时间 赶快赶快 抓紧时间吧 哦 那拍摆 大概是同学的 他叫 台长说他 开功课 他是一直去 大人 马兰 他一直不舒服 抓着功课 要怎样认呢 台长 你知道我已经听你讲话 已经是 有一种心理负担了 我想 你以后最好 你以后最好 写出来之后 有个机器 有个机器呢 写出来之后 有个机器呢 就是把你的声音 通过普通话 把它念出来就好了 好 我说 我讲慢一点 台长 1978年 马兰 他都会一直不舒服 他问台长 他的功课 要怎样认 他别多要认多少倍呢 他 他 他会定义不好 他讲 义很久了 好好念 他别多 大北都要认多少倍呢 他就懂病 台长 对啊 听到吗 台长 听到讲吧 讲吧 没有 他在功课 大北都要认多少倍呢 台长 大北就啊 他认为一直不舒服 胃病也医不好 他讲 胃病也医不好 一直继续念就可以了嘛 哦 国课 不用 不用讲 多少病了 对啊 哦 对啊 他都胃病了 少胃病了 吃什么药 好呢 台长 好好念经 吃胃的药 去看医生去吧 好吧 不要 我告诉你 身体的病 看医生 灵性的病 师父可以帮你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好 懂了 等等 公司会在 醒胺生 我们在家里 醒胺生 要不要累 就懂吗 我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没有 公司会 我们去公司会 带苦虾的时候 我们又有 那个醒胺食的 我们家里 要不要用 这种醒胺食呢 哦 用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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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开这两句 部分都好 早聊 哦 开这两句 你那 好好地把你鼻 鼻炎 医好 否则你打电话的时候 鼻子呼啊呼啊 影响你 讲话 所以最好 快一点 把鼻子 医好 业障重 鼻子 一直会有 这种问题的 一个人 要业障 消掉 就好好念经 听得懂吗 哦 好吧 嗯 好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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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你好 啊 喂师傅好 啊 喂师傅你好 啊 没想到师傅打 师傅 师傅要结束了 啊 没关系 快点吧 快点吧 对那师傅 我就替同修 问几个 现实生物动的问题 感恩师傅 嗯 就是同修的女儿 今年六岁 从很小 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流鼻血 时不时的 弄到床上 被子上都是血 请问师傅 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这个一般的 人家叫杀鼻子呀 杀鼻子也就是 鼻梁骨 这个鼻烟膜 这个长得不好呀 不够厚实呀 像这种 如果要从玄学上来讲 它肯定是上辈子 有一些在鼻子方面犯的罪呀 哦 鼻子上犯的罪 鼻子犯的罪 比方说 去经常去闻那种 不好的东西呀 或者人家说 烤肉啊 这个 鱼啊 有些人闻到那种 腥的味儿啊 他还觉得特别的兴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像他这种 需要念礼佛吗 什么经都要念 好了 什么经都要念 都要念 好 下一个问题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师傅 新佛友儿子 严重的鼻炎 医生说不能闻香的味道 这位佛友上香时 开着窗 晚上儿子会来 本来在学校已经缓解了 的鼻炎又严重了 白天新佛友已经念过 七 对不起师傅 7829 心灵密码 也许愿第一波给儿子 药精者 49张小房子 像这种情况 这个佛友对儿子 香味 这个鼻子的过敏性 鼻炎应该如何解决呢 师傅 很简单 儿子回到家 不要烧香呀 平时用无烟香呀 避开儿子闻啊 那儿子磕磕头 念念经嘛 就好了嘛 对不对呀 不要去搞 好吧 好的 好的 明白了 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感恩师傅 师傅保重 他们自己业障 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师傅再见 师傅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